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针对00940有发表一些看法 就是主委黄天目到立法院财委会报告 而且接受质询 立委当然就聚焦这个议题 因为是最热的话题 主委是说目前关心两件事 其一是业者是不是有在销售过程中 正确的揭露ETF商品资讯 尤其是风险配息细部细节 有没有让投资人充分了解 同时呢 这个主委提到说 投信公司跟网红 透过行销公司跟网红 有置入行销的合作 那是不是有提供不一致的资讯 进而影响投资人决策 他说这些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不管怎么说 现在目前ETF台股型的ETF 已经这个有市值型接近一兆 高股息的呢 差不多高股息的差不多 也差不多在一兆左右吧 也大概差不多一兆左右 两个加起来就快两兆了 很大的一个部位 那整个ETF的规模已经到四兆 那这个其实某种情况来讲 也是台股一股不可忽视的资金力量 我觉得说ETF当然是需要管理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 用太多负面的角度 去看这种法人的工具了 因为毕竟ETF 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买ETF 就是投资是比你自己 去买股票来的好了 因为个股的波动风险 或者说呢产业风使 或者公司经营风险 绝对比一兰值的ETF来的大了 再加上一般投资人 对选股来讲 其实通常都会是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的 就不是那么会选股的一个状况下 你买个股 尤其是你太集中你的资金 买一档股票的话 这个成也一档股票 败也一档股票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去 长线去投资ETF来的好 那基本上我是挺不赞成 什么把资金集中在一档股票上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我也不是那么赞成 你台股非常好 我把所有资金全部压台股 联发科非常好 把所有资金全部压联发科 当然这两家公司 我认为长线上面 你把所有资金放上去 不会有问题 但问题是他们也会有当日 股价的一个高低差 或是波动 比如说像联发科 上个礼拜不就是表现很不好吗 今天涨3% 你如果手上是有联发科的话 你很高兴说 哇联发科今天一涨涨了35块 涨了3% 可是他在今天之前 他是跌回月线 他是日K线连三黑 他从1275块的波段高点 回到了多少 回到上周五最低到1135 他一跌也是跌掉了100多块 一张股票也是十多万 就这样子不见了 所以你太把资金集中在 即使是非常好的 这种全职蓝筹股上面 我都是觉得你 可能你还是要去思考 但ETF相对就不会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ETF 至少都30档50档股票 形成一篮子的 这种投资的组合 所以基本上就像 像他们也会有联发科 也会有台积电 但占比 比如说联发科 可能就是5% 3%的占比 台积电会市型的会高一点 可能会占比到 差不多28%29 甚至三成以上 最高有到50几%的 台积电会市型的占比 但再怎么样 他也是三成左右 刚刚谈到 有六档ETF 今天展开除息 到底是哪六档 就是00919 00919 他配发0.61元 00915配发0.72 00922配发0.38 00896配发0.34 00918配发0.7元 00713配发0.88元 今年除息了 年化配息率分别 差不多最少都有4% 最高甚至到将近12%多 好像00918到12.16 然后00915有11.64的年化配息 但不是说这一次的配息 是你如果算他年化的话 会到两位数的息率 那今年以来这些ETF 最少都有涨个五六% 多的已经是有两位数报酬 我刚刚讲这六档 好那回到了台股盘面 这一下200点 一下200点的上涨下跌 投资人很不适应 我们在这样2万点的位阶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适应这样的行情 上个礼拜我一跌跌250点 今天又涨200点回来 我们请教启发投顾的 荣医生副总 荣副总你好 过去一天200点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行情挺大的 现在200点好像是家常便饭 对啊 现在2万点 200点就是1% 刚才讲到那个ETF的状况 我觉得ETF 大家如果去没有时间看盘 或是你每个月去扣的话 我觉得ETF 它确实是比较可以贴近指数 像巴菲特 很推荐大家去买ETF 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 可能没有办法打败这个指数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绩效 所以ETF它每个月 如果用每个月扣 我当然是赞成 可是我这一次 我听到很多人解定存 然后还有什么拿房贷的 像我很多朋友 很久没跟我联络 然后突然来问我说 这00940可不可以买 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 这个事有稀窍 那其实ETF 这个每个月也配息的话 大家还是要把每个月配到的息 去再把它投入 这样才有复利化的一个效果 那否则不然这个 每个月的配的这个息都拿出来 那就变成其实只有本金在里面波动 那我认为其实台股来到 2万点这个位置的话 确实进入到第二进 可能要稍微的居高思维一下下 因为我们看到近期这个盘面 最标的全值股是在红海 2317红海从本来100块上下 这已经涨了三成上来 可是原本强势的一些股票呢 开始有一些拉回或者是震荡的动作 那这两天即将要挥达的GTC 这个技术开发大会要举行 那我们就持续观察一下 辉达会不会推出这个B100 B200芯片 还有它的Blackware的架构 那推出这样子一个架构 我觉得台厂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 就是说呢 因为过去来说 很多这个订单都是台厂拿到 那这一次如果推出这样架构之后呢 那台厂的供应链 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吊单啊 或者是有供应链洗牌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 譬如说像最近比较弱势的那个台光店 台光店从本来550块 这一下子就跌到将近400块 跌了大概25% 快25% 那这个市场上就谣传了 可能被这个是不是韩国的斗山集团抢单 那当然这个还没有证实 可是我们看斗山集团的这个股价走势 一飞冲天 相对比来说 台光店这个走势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辉达的这个新的这个架构推出来之后 那台厂的这个AI会不会有在洗牌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是要值得留意的这个部分 所以进入到第二季的话呢 我觉得在整个电子股的比重 可以稍微降低一些些了 因为过期来说的话 其实第二季都是比如说电子股的比较偏淡季 那加上又要报税啦 然后又有这个可能国外的一些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比较我建议是稍微转移到一些 传产啦或者是金融啊这些等等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ETF 那很多投信卖了这么多ETF 然后呢 这个技巧非常的好 那所以像这个元大金啦 像统一镇 最近走势也是非常之标 台股的这个成交量续创新高 对券商体系的这个金融类股呢 我觉得在今年上半年来说 应该也都是不错的 好 那鸿海要派两个大将去参加GTC大会 基本上能跟辉达走的月经 就越能沾到辉达的光嘛 当然鸿海不见得一定要沾到辉达的光 它最重要是要接到辉达的单 沾不沾光那是另外一回事 要接单是最重要 那至于说GTC大会 会不会对辉达的股价有所激励呢 上周啊 辉达股价全周是持平的 是小涨0.1还是0.2个 0.1或0.2%吧 当然就是持平 因为上周的大涨7%嘛 其他几天表现的不好 就是把这7%又给差不多回吐了 当然全周是持平的 没涨没跌了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GTC大会 在这个礼拜呢 是从18号开始就是要举行 就美国的18号 然后黄仁勋也要发表他的演讲 不过不是在第一天 黄仁勋是在 这个美国的周 这个周二 美国的周二发表专题演讲 那GTC大会是从周一一路开到21号 18号 美国18号开到21号 那GTC大会 过去辉达的股价 平均在大会举行之后的T加1日会上涨6% 远远优于标准普洱500指数的涨幅1% 等于说这GTC大会 你看他过去的 这个过去六次 他的大会 辉达的股价平均在大会举行后的T加1日会上涨6% 那这个当然就是过去的数字了 那能不能参考大家自己去研判了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这个大家知道美国的M2GDP比是多少吗 就是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的总量 去跟他一年的GDP去相处 这叫做M2GDP比 那台湾的M2GDP比是多少 各位知道吗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长期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股票 或者说相对于货币的其他资产 你要正面看待 你不要去看空它 因为这就是全世界 你必须要去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我刚刚在4点20分 我的听阮大哥的直播里面 最后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道理 我说金价为什么过去50年来 从1971年 1971年之前金价跟美元挂钩 每盎子35块美元 这就是布瑞天生意回应 那是当然金本位置 每盎子就35块钱 这个去兑换发钞 就是金本位置 但1971年 尼克森总统就是说 我们不搞这个 没金本位置 你们别拿那个 你别拿那个 黄金来 这个美元来跟我换回黄金 现在还有不少国家的黄金 是放在美元 美国联准会的 这个纽约的金库里面 那个地下金库 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照片 那个放了很多金条堆在那边 是美国是收了很多国家的金条 既存在那个地方 那当时35块钱 现在多少 2200 为什么 因为金本位一解除之后 金价就没有限制了 他就要去反映所谓通膨货币的超发 美国M2 GDP比 我跟各位报告 2.9倍 就M2是GDP的2.9倍 将近3倍 那我们呢 我们是2.7倍 所以你不要说美国乱印钞票 我们钞票发的才多了 我们现在的M2啊 是61兆 我们的GDP23兆 你去算算看 M2是GDP的几倍 每一年还以5%的M2增长 就代表一年还要增加3兆的M2啊 等于说明年到这个时候 就已经64兆了 你说这样房价能管控吗 你说这样物价能管控吗 这东西不是政策面的问题吗 这是你的发钞量太大了 全世界都在搞这一套 就是债留子孙 不断的印钞 不乱的负债 我就跟各位报告 人类对负债已经成瘾了嘛 这个负债瘾已经不可能去掉了 所以你在长线上 不管股票也好 黄金也好 白银也好 比特币也好 反正是相对货币的 你都要正面看待 long turn 一定涨 我可以跟各位讲 因为它就是反映货币 超发跟攻击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说股市的下跌 或者说这些相对 这些货币的东西下跌 它只是一时的一个修正 它不会是 就是这样崩下去 就不会再上来 它就崩下去 或者修正完 它又再创新高了 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吗 所以修正下去 或者崩下去 给你买的机会 掌握这样好的机会 因为这货币的问题 全世界都这样搞 好 那继续来请教 荣医生副总 日本也这样搞 对不对 日本说要结束负利率 那是我 其实我基本上 我觉得它也是打假球 就是说摆个样子出来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3月19号日盈的会议 日元会怎么走 日本股市今天又大涨 日本股市完全不怕 所以要结束负利率 对 在日本的负利率 也讲很久了 不过值得观察 就是这一次 日本的加薪幅度 是创下最近五年来的新高 包括像丰田企业等等的 加薪幅度 像日本自铁 加薪幅度更高达12%到14% 去年来说 它每年已经平均加薪 大概3.5% 今年来说的话 再创30几年的新高 大概平均加了5% 台湾的听众朋友 应该还蛮羡慕的 那就是他们的春斗 刚结束 薪资往上调了之后 利率其实或许有这样子的空间 因为本来是负利率 所以现在把它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利率 回到零利率 或是稍微有一些些利率 我觉得这样或许还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因为以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日本的通膨并没有到 很严重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也不可能 这一下子就下猛药 直接就加很多状况 但是我认为其实日元的低档区 应该就差不多 对美元150块到152 这边应该就是长线的低档区 所以大家如果你手中有些台币 你未来有打算去日本 或者是你有美金 你要换一些日元的话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可以考虑 那所以日元的话 如果一旦在走强的话 对于美元指数 相对就会有一些比较偏弱势状况 那美元一旦走弱的话 对一些新市场来说 那相对就比较有 这个资金会回流到新市场 那我们看在雅谷的部分 那这一周外资 就从上周开始 那外资卖超比较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跟ETF的 这个要买股有关系 因为根据这个规定就说 上市的前一周 他要把它买满 所以这一周就是00939 那4月1号之前的那一周 就是00940 那外资看到这个投信 必须要买这么多的ETF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去稍微调节一些 我认为无可厚非 可是大家看到那个高股 外资一定对坐的 对啊 尤其在这个高股息的ETF 它的重复性是非常之高 因为大家知道买 投信买这个ETF 它有一些基本条件 必须要是中大型股 不能够股本太小 也不能够成交量太小 然后呢又要高值利率 所以这个筛选来 筛选其实大概就是那些股票 比如说联发科 它是重复次数最多的 联勇啦 大联大 然后这个也是重复次数 大概都有四到五次 那其他像是什么 这个群光啦 瑞宇啊 长龙啊 联电这些等等的 也都是这种高股息ETF的 这个常态 那现在在00940 募得很好之后呢 这个好像野村在四月中 00944 野村已经准备要推了 对 又要再募一档 可是大家你仔细看 后面还好几档呢 对啊 大家仔细看 那个池谷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ETF 很有兴趣的朋友 我觉得00944的前十大持股 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过他前十大持股了 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这个编制指数的规则 有一点变化 野村其实在投资台股上面 算是有他一套了 对 那这个就是 野村或许他的这个成分股 比较不太一样 我看查一下 他像是这个 他第一档最大权重 没有 他第一档最大权重9%都是长龙钢 然后他还有红权 也是在十大成分股里面 还有什么亚翔 对亚翔 对 他第一大是长龙钢 这个很特殊 那就是在各个ETF 这个部分的持股 可能比较高度重复的状况下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从 因为就表示ETF 已经帮大家选好股票了 那大家也可以从里面呢 去找出一些 还没有喷的很多股票 因为其实最近期啊 确实有 这个特定人士 可能跟着投资在对坐 那所以造成这种高股息的股票 波动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 对 好 那这个礼拜 最主要就是 讲那个GTC大会 另外这礼拜 就超级央行周 联准会的 这个FMC会议 然后日营的会议 19号 3月19号 那联准会是在礼拜四的 这个早上的两点半 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鲍儿出来开记者会 还有英国央行也要举行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欧洲央行的总裁 拉加德有公开的谈话 真的是超级央行周啊 至于在重要经济数据 有美国的Market制造业的PMI 欧元区的这个制造业PMI要公布 同时微软跟MD这两大巨头 都要发表AIPC的相关的解决方案跟产品 那这也是一个重点 那当然就GTC大会 就是另外一个大的重点 那这就是这礼拜 比较多了央行的会议 还有就澳洲央行 你明天也要举行一起会议 所以这礼拜超级央行周啊 超级央行周 不过当谈到的就是说日元 我是觉得日盈再怎么搞啊 他也逃不出那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啊 我们就这个 大家应该都看过西游记嘛 孙悟空跟斗云 金斗云这一番翻了这么远 十万八千里 对不对 我们现在常常大家讲十万八千里 就是孙悟空嘛 他一番可以翻十万八千里 金斗云再怎么会飞 他也飞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那个是从小就是大家就觉得 哇这个如来佛手可以伸那么长啊 好厉害啊 我是觉得日盈就是这样 他再怎么搞也是跑不掉 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他再怎么样结束复利率 结束复利率要升息 也就那边玩那个假天条的把式 就是假玩假的 所以你看到日元根本不会升的 你说日元会往这个140 135升吗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你可能就错了 你看到日元现在是扁的 然后已经又扁回150了 照来讲说如果市场预期 这个结束复利率放弃YCC 日元早就要升报了 他不会是等到你宣布才升 应该是之前就要大升 那上个礼拜从150升到146 很快现在又扁回150了 现在目前是149.2 因为大家都看清楚 日盈是完全没办法 这辈子也许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日本真正要升息 日本这么高的一个债务成员的国家 他怎么去升息 他必须要靠债务去打销通膨 他就是债务通膨化 全世界都在搞这个 就用债务去通膨把债务打掉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有通膨了 有债务了 这债务成员的国家是永远没办法去搞这个 所谓的高利率的美国联准会5%利率 很快也要降下去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这样子一个格局了 如果大家看得懂这个游戏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未来会怎么走 在玩什么游戏 好那刚刚容医生副总所说的 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